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家军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一谈 习近平到底有几个师生子 大家都知道中共高官有师生子是时空见惯的事情 只不过中共高官一直避讳谈自己有师生子这件事情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人民都非常清楚 据说中共内部承认了毛泽东的孩子 还算不上师生子,毛泽东的孩子 就达十个,八九十的十 那么至于师生子,像毛泽东跟张玉凤生的孩子 还有跟其他人生的孩子 那么已经毛泽东的师生子到北京去上访 有一个师生子是在上海,到北京去上访 据说中共中央不承认 像这种情形比比皆是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我们谈习近平 习近平他有一个女儿叫习明哲 这个呢,就是说是彭丽原生的 那关于习明哲呢,原来在这个哈佛大学读书 网上呢,也是议论纷纷 我们今天呢,刚刚看到有一个网友发推 他说呢,这个习近平之女,习明哲 重返哈佛大学读书呢 这个消息呢,有可能属实 这位网友说呢,他有一个朋友,叫这个冯春建思 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见到这个习近平女儿的记者 他说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我们都知道,曾经呢,下令 造回这个高官子女 就是不允许他们在外面留学了 但是呢,这个习明哲 他向那个彭丽原 这个距离力争 他说,我好不容易呢,开始喜欢学习 如果这时候,这个气学回国呢 真的是前功尽弃 我觉得呢,我们一方面 要为这个习明哲 他愿意读书的这个精神 可以说 这个精神可佳 不像他老爸 这个习近平 不愿意读什么书,还能到处这个卖弄 被我们中国人广泛的流传为 叫什么,叫这个小朴博士 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彭丽原的干涉之下呢 习明哲当时呢,是读完了这个本科 据说,这个风春剑师 他在这个习明哲的毕业典礼上 捕捉过到这个习明哲 现在呢,说这个习明哲 又到哈佛大学呢,去读博 还有可能 那么,这位网友 发推的网友,他说呢 说这个,这件事情呢,说明 天朝一女,就是行民者老 喜欢美帝的教育 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 他肯定是享受了特权 那么,看到这个推之后呢 不免又使我这个 联想到前一段时间 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这个文章 这篇文章呢,也是谈那个习近平的孩子 不过呢,不是像习明哲 那是明媚正确,生了孩子 而是呢,谈那个习近平的师生子 并且呢,提到这个有四个师生子 那文章的题目呢 叫做习近平的四个皇子 很有意思 作者呢,是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叫做什么,叫做蒋王正 他说,他的本名呢,叫做这个尹科 是个小商人 是现在的这个民政主席秦晋先生的这个首徒 那么,蒋王正先生呢 说自己1982年 升于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叫盛州市 原来呢,叫这个盛县 95年呢,这个8月30日 这个盛县呢,测县设施 那么蒋王正先生呢,说自己的这个外公叫蒋永成 是当地政改以后首届其常委之一 是桃李满浙江 那么蒋王正先生还介绍呢,说他的母亲叫蒋小春 浙江大学校长培训班 是在职研究生 叫EMBA毕业 沙江省呢,一级重点中学 盛州市第一中学 自1905年创校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这个副校长 2001年呢,盛州市教育局在盛州三届派系的同心同德之下呢 创造了省文理双科状元的这么一个佳绩 华东地区呢,多位省部级领导 都送他们的这个子女到这个盛州遗中呢,来读书 这个蒋王正先生,他的母亲呢 作为分管后勤的常务副校长 2001年以后呢,是如鱼得水 结交呢,满天下 那么蒋王正先生他介绍 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得以记录 众多的关于当今天子习近平 以及呢,习近平的这个四个师生子 他用的是比较客气 叫什么叫四位皇子的故事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他说皇长子,生母叫孟雪 这一个呢,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这地方不再做更多的赘述 我们呢,只是看蒋王正先生的介绍就可以了 他说呢,故事在福建家喻户晓 版本呢,比较多 笔者呢,曾经协助某商业银行 就是蒋王正先生 曾经协助某商业银行 浙江省分行副行长 分管个人贷款业务数年 交友了无数 与福建南平三明地区 数位干部公职都是好朋友 到三明市游玩 全程使用一个政府车辆 叫做明G00005 这个车辆 且习近平呢,作为这个皇储 在福建历练期间呢 最受影响的就是南平三明 这些的这个官员 那么由这个途径得来的这个版本呢 比较真实 这个大家都知道 孟雪 刚才他介绍生了这个黄昌子 后来呢,是在法国 中国的大熊猫 生了一个熊猫仔 叫什么 叫这个圆梦 这个圆梦有多种段的解释 有人说呢 习近平想给这个孟雪 圆梦 还有人说呢 这个习近平当时呢 为了这个取悦 正宫娘娘 彭丽媛 然后呢 不过呢,心里还想着孟雪 因此呢 就取了彭丽媛一个字 取了孟雪一个字 组成了这个 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 叫什么 叫圆梦 这个有人说这个是熊猫仔 那么就 预示着这个习近平 是大熊猫 当然了一提这个熊猫 可能呢 中国人也会产生很多联想 特别是一些漫画 那么二皇子生母呢 叫吕玉萍 是圣州人 福建方华乐剧团的花旦 带他出道的是方华乐剧团 国家一级演员 这位演员呢 叫叶姆 还有叶姆的弟弟 那么接于笔者 就是这个蒋王正先生的母亲呢 交情 非浅 传言二皇子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鲁玉萍 他生的这个孩子呢 生母 他是一个处子之身 那么 跟了习近平 那么其中的经手人呢 就是这位叶姆 那么后来呢 陪 这个二皇子 陪读的 叫金福生 这个人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后来呢 金福生犯事 也就是说 习近平 为了保住自己 把这个金福生的案人呢 放到了这个浙江温州 就是这个 习近平所管辖的 那么 金福生呢 曾经陪这个二皇子当侍徒 也就是说 被这个习近平看中 于是呢 就上演了一部现代的 这个女士春秋 二皇子 生母 这个 盛州 一家 就是一家人 一夜千空 现在呢 在美国居住 我估计呢 前一段时间 美国总统川普 说这个什么 一些国家领导人 比如说这个 反对美国 但是呢 却将他们的 这个一些子女 已经是指 是生子女了 对不对 放在美国 大概呢 就指的 也是这件事情 当然了 就是说这个 习近平的 是生子 可能呢 不止一个 那么三皇子呢 随母姓 刘明龙 生母呢 叫刘盈 三皇子 叫刘明龙 他的母亲呢 叫刘盈 浙江上语人 这个三皇子呢 建政人 是浙江第一 接生婆 这个人叫黄鹤凤 也是圣州人 当地建政后 首任副县长的 子女 这个 江王正先生的母亲呢 跟那个黄鹤凤 他是儿童时候的玩伴 回乡省亲的时候呢 这个一定要设宴 接风 这个江王正认为呢 三皇子最有可能 成为这个黄楚 不过呢 后来因为这个黄鹤凤 正裸冠 这个风波涉及到江泽民 急已惹出是非 生乱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 这个刘明龙啊 要成为真正的黄楚 恐怕是非常难了 四皇子的生母呢 叫做这个黄湘 是江苏人 原来呢 是杭州外国语学校的老师 那么习明泽 也就是习近平的女儿 就习明泽 他的班主任 就是黄湘 黄湘的恩师呢 叫做什么 叫做徐晓洪 是杭州市第二中学 知名的教师 曾经在这个 盛州市第一中学任教 是这个 给蒋王正先生的母亲呢 是自己 徐晓洪呢 为了这个进入 直行二中 曾经与这个 盛王正的母亲 在蒋王正的母亲的 这个劝说下 把原来的这个教领 原来的教职呢 都放弃 先放弃之后呢 然后呢 去这个副教 这个四皇子 盛王正先生讲 现在呢 属于他的母亲 居住在美国 那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他指的 比较明确的 就是说这个 二皇子 吕玉平生的 这个二皇子 现在呢 在美国居住 这个 四皇子 现在呢 随着他的母亲呢 在美国居住 那么蒋王正先生呢 后面留了个小尾巴 他说或许有人会问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皇子 蒋王正先生说 我不知道 这个只知道 习近平呢 主政福建 浙江 22年 当中呢 有不少 民间流传的 这个风流 润世 两地的官场 在酒桌上呢 也就是说 切切事语 成了这个官场上的密文 这就是这个 蒋王正先生 介绍的这个 四位皇子 我呢 还在网上看到 这个由网友介绍 说其实 对这个 蒋王正先生的 这个评论 其实呢 习近平的私生子 不止这四个 他在陕西插队的时候呢 就生了一个 原来我们 听到有人讲 说这个 习近平在陕西插队的时候呢 大概给一个叫什么 小红的 一个小姑娘 生了一个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呢 现在国家文化部办公厅 当副主任 这是这个网友 给的补充 他说在北京官场呢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所以其他的呢 至于有没有更多的 这个习近平的私生子 暂时不知晓 我也想请我们的网友呢 做更多的这个补充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西方国家 你要想那个 竞选公职 尤其是竞选国家领导人 你比如说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那么你的这个子女 你几个老婆 送了几个孩子 都是要悉数亮相的 那么如果有什么私生子 有什么这个 私生子就是隐瞒不报 真的这个有人要告你 出了问题 那你肯定要被弹劾 要辞职的 那么在中国 大家看一看 我曾经做节目提到过 这个世上最见不得人的人 是谁呢 那就是习明哲 这个这里面没有这个其他意思 就是说习明哲 你看看 世界上是 应该是最难见到的 对不对 最难见到的 那么你习近平 网上也有人说 习近平除了他跟彭丽媛 两个人之外 其他人呢 大概都是这个 他的家人 他的亲属 包括习明哲 都是外籍 习明哲呢 是这个美籍 一个是呢 习近平的女儿 习明哲 人民见不到 另外呢 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私生子 或许 由网友暴露出来的 私生子 或许呢 还有一些网友 没有暴露出来的私生子 甚至说包括私生女 总的我们都叫私生子吧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事情 出现在这个西方的话 总统 你如果不被弹劾 也要 也要秩序地辞职 只有在中共 这么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就是人们 你当了这个国家领导人 像习近平这样 人民连你的这个孩子 连习明哲的样都见不到 更别提 这个 他的所谓的这个私生子了 当然至于这个习近平的私生者 到底有几个 说实话 我觉得 我们网友 很难搞清楚 恐怕 我们在进一步说 恐怕连习近平本人 都很难搞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 据网上讲 这个习近平呢 可能给他生过孩子的 女士呢 可能还不止那几个 那么到底 你什么时候真相才能够大白有天下 我觉得呢 只有当那个习近平倒台了 那进而呢 中共倒台了 才有可能 将那个真相 大白有天下 否则呢 那这个问题 那就只能是确疑了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最后大家想一想 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 国家领导人 和他们的家人 和他们的子女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谈的这个比较敏感的 所谓的这个私生子 私生女之间 稍微做一些比较 就知道 输有输烈了 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 我们的各位网友 各位朋友的关注 请你转推 再见 再见